回到电视早餐来关心南台湾目前灾情的最新情况 在淹水的第四天了还是有积水未退 国军在今天出动来进行协助 而今天是中秋节 不过灾民来说呢 他们已经没有心情过中秋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高梦柔来告诉我们 梦柔 而主播目前在钢山镇的这个嘉庆里这边 到淹水到现在已经第四天了 没想到居民的家里面还是有小小的积水哦 到家里面正比较低洼的地方呢 仍然是有浅浅的积水 居民还在不停地把积水给扫出来哦 而且满地的垃圾满地都是烟坏的家居 因此今天呢 国军依然来到钢山这个地方 来为民众来清理这些泡水而废弃的家居跟垃圾 我们来听听看这些民众的说法 你这跌的都会驾到吗 哪 就没有 跌到那天啊 那一整个都没带了呢 那现在还有水啊 这线的 泡汁里面新冰我特地的 不然要在那边 要过那边 现在这个就要加水哦 对 你不知道哦 我都啊 那你这边投标要有吗 贴了啊 好了 民众真的是抱怨连连哦 因为到了第四天了 仍然有小小的积水 而且几乎整间房子的堆积 原本堆积的东西以及家具 全部都泡烂了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 大部分的水都已经退了 不过是满街的泥泥 还有垃圾 还有已经废弃泡水的家具哦 因此国军连山猫小山猫都开了进来 动用了非常多的人力 来帮居民搬运这些垃圾 那居民呢 预估呢 其实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才有办法把这些废弃的东西 全部都清出家门外哦 不过这家里面呢 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大部分的家具都已经炮坏了 预计还要好几天呢 才能慢慢恢复这个 原本的街道的这个容貌哦 那现在呢 居民还是在不断地清理家园 而国军也在帮忙整理垃圾当中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近同交往给朋友的主播 好